拔腿猛冲大门一拉 整个人吓到不行 隔空喊话要对方邻居小心点 没想到 老虎听成特朗普 让东北大爷摸不着头绪 才想着这乡下地方 怎会有大人物光临呢 结果拉开大门探头一看 下一秒赶紧把门带上 只见老虎一个猛冲 差一点就老命不保 我一看他要一巴满在手 我一看他就像 乌鸦我好 最后我死后 他走了以后 我一看大门就发掉了 地点就在中国黑龙江省 柏立县 当时村民看到野生东北虎 吓得立刻躲进家门 画面中的大爷 甚至还一度近距离接触 幸好及时躲开 但也有两位村民惨遭咬伤 一般来说 柏立县并不是东北虎主要栖息地 但野生老虎突然现踪 杨当局不敢大意 目前已成立专案小组 寻找老虎踪跡 并尽可能驱逐到较远地区 不让这野生特朗普 再一次吓坏村民 老虎我丢呼呼我这些 门关上来 我早知道 从我这门关上我就回跑了 在新闻 王秋一报道 请不吝点赞好 感谢观看